欢迎收看Fabric系列课程 我们在这一几节课呢 讲的内容可能会有点多 但是呢 为了我后面的课程呢 更加的精彩一些呢 我对课程的篇排呢 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打算把一些 比较理论性的内容呢 就压缩成一节课 就基本上把我们剩余的 要记住的一些东西吧 只是在短短的15分钟内 简单的讲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们实用过程里面呢 并不会说很重要 而我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会加入很多的 在我实际做项目开发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情境啊 和一些使用的案例呢 用那一些部分 拉长来讲 那么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一节课争取 在一节课内吧 整个运行模型的内容 全部讲完 那么主要会以讲述的为主 那么动手的少一点 好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到我们课程里面的 主要的内容 一个呢 讲上一节我们讲过了 Fabric的主机定义啊 在这一节呢 我们来讲一下 一个是执行策略 首先是 执行策略呢 其实在上一节课里面 也大致讲过了一下 在Fabric里面呢 它的执行策略 你的任务 就是说多个任务 在同时执行的时候 就是出现这种任务 依赖的情况下 那么几个任务 假设它是A 它是B 它是C 这样同时执行的话 它会以一种 串寒化的方式来去执行 在A机器 它先执行任务 它是A 然后换过来 在B机器 再执行一次 它是A 然后呢 如此类推 每一个机器 先执行一个指令 然后就推到下一个机器 是这样来做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任务呢 定义为并行模式 因为有些任务 可能它要有一个long running的 一种状态 就是说它要跑起来 就可能花的时间很长 那我又不会干扰到 其他任务的运行 那么的话呢 在Fabric里面 你可以用一个装饰器 就是这个并行化的装饰器 来去标识某一个pass呢 是一个可以定行处理的 你就不要用这种主筛设 等你运行栏脑 再运行下一个 那么还是比较简单 我简单写一下这个代码 如果我要把这个task 定义为一个 并行的模式 那么我只需要在这里标识一下 我这是一个 并行的任务 那么在它也可以通过这个pool size 去控制它的这个 定行的这个线程大小 如果一般上我们可以在 五个或者五个到十个内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 当然这个不适宜说 使用的太多 否则的话 要看你的机器 能否承受得住 那么也可以说 如果启用了这个并行化的一个处理以后呢 对于另一些 也包含串行化需要 就是说串行并行混合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串行化的 这个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串行化的 decorator呢 来做一个声明 因为在上一节我们也曾讲到我们要用 这个execute的这个方法和 runruns等等这些方法呢 去执行一些已经具有装饰器的 任务函数嘛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这个简单的一个标识 那么这个其实大家既 简单理解了 这个部分就 基本上OK用到 大家我们才去查一下这些内容 那么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它的一个错误处理 其实这个我们在 第二课的时候也曾经讲过 就是说讲它 在环境这一块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在fabric的错误处理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配置 因为它的默认模式呢 是abot 就是说我一旦出现错误 我马上停掉我后续的所有任务的执行 直接就在那里断掉 直接出现一个fail 如果我不想使用这种模式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 warning only warning only呢 去改变一下它的设置 它就是一个不耳型的一个值嘛 我把它设为触 那就可以让它跑到出错的时候 你只是告诉我啊 这里出错了 但是下面的任务呢 我仍然可以继续去跑 而不干扰到我一个长 各个任务的一个执行情况吧 然后呢 这个密码管理呢 这里呢 有一些前文 因为我在上一节里面曾经使用的是 我们要定义 它的一个host嘛 我们课程里可能有一个host 有两个host 比如说 假设我有两个机器 那么 我之前的课程曾经讲过 就是说我用的是一个用户名 用了一个用户名这样来去登录 而且呢 我之前已经配置好了这个ssh 那么 所以 大家在运行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是没有输入过密码 如果说我在网内 我想用明文的密码 我怎么办 当然 我只需要加上这个password 你又对应的 把每一个的password 你存在这里 那实际上 就是一个比较危险 风险比较大吧 但是如果我对密码这个安全性要求也不高的话 那也会 也不适宜是一个 比较好的快速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 我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因为我自己做呢 我会更倾向于使用ssh 因为使用ssh呢 无论我在网内还是网外 那我控制很多服务器 我都比较安全嘛 这个在通信的安全上 我们是需要考虑的 而且呢 我们使用os10 或者我在使用的是linux呢 所以sssh我只是安装一个openssl的一个包呢 基本上我就能有这些工具 嗯 在fabling里面呢 它就必须是我们 我们自己呢 其实必须要掌握sssh这个命令吧 那么这些命令 我这一节我不会专门为这个ssh来讲述 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资料 啊怎么去使用 如果没有用过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它在这里呢 它有一些简单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里也只能先讲一下 ssx的配置文件放在哪里呢 我们的一般默认 默认情况下 它一定是放在你的用户目录 我们的我们的用户目录下 会有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目录 ss一个隐藏目录 那么我们的这个ss就是这种非对称加密的安全通信协议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公钥呢 和我们生成的这些这些密钥吧 密钥吧 公钥我们放在这个服务器上 密钥呢 在我们我们的机器上 我们存放的所有的密钥都在这里 那么这是一个系统默认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不去改变呢 Fabric 直接就把这一个ssx的config part 直接就指向我们当前 Fabric运行的当前用户的这个路径上 那么如果我要采用 把在ssx里面 如果我这里有一个config文件的话 我放在这里 它也会指向这里啦 或者你直接把这个环境变量的一个usessx的config 设为处 那么所有的这些关于ssx本身的设置 我们就采用系统级的配置来去完成 那么另外呢 假设好像我现在有很多个key 如果我已经有很多key 而且没有使用过sh 这个sh copy id的话 没有用过这个指令去把我的 我的公钥传到我的对应服务器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去设定 设定我有哪一个使用的到底是哪一个私要的文件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词来去设定了 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讲 而我自己使用的比较多呢 就是说因为我管的服务器可能就是四五台 那么我平常也会去登一下 那么我就会用sh id 然后就对远程服务器 那这里呢可能就是一个地址 然后呢就把我某一个 我的这个公钥推到我服务器上 以后我登录了就可以免密登录嘛 实际上这一个管理 那么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机上 试用一次 装一个系统工具 适当的要把sh的一些简单的命令学一下 那基本上就OK了 因为我们在运行过程里面 只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 省掉我们每一次都要打密码的这种痛苦过程 那么第四个内容 讲的就是连接 在Fabric的任务模型里面 我们有本地的执行策略 也有远程的执行策略 那么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执行的都是用远程 包括我们的run 速度 这些跑的都是远程机器上来去操作的 那么一谈到远程机器呢 那肯定有一个连接的问题 那对于Fabric 它是一种使用一种叫惰性连接 什么意思呢 它不会说我一运行那个task 它就马上连接服务器 而是说我先跑了 我本地机的所有的任务 一旦发现好像put, sudo, run 这些指令的时候 它才在那个时候 跟我的服务器建立一个ssh的连接 执行完这些东西以后 它也会关闭 把连接给关闭释放掉 那么如果说我在执行这些过程里面 我想我一次性我把所有连接全部断掉 我要把这个socket的资源全部释放的话 那通过手工的 我们也可以使用disconnect all的方法 来执行一下 那么这个fabric可以强制它 就把远程的服务器全部连接断掉 那么呢 还有一些呢 假设出现一些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host 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我连接不了啊 或者我这个网络状况 也出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等待 那么我们可以在 在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 我们会通过 skip hose啊 跳过这些 这些已经无效的 无效的这个主机 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超时 要等待多久吧 那么呢 这些我们也可以通过变量设置 其实这 到这里为止呢 其实很多内容都是 都是在环境变量的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有专门去讲了 这个我就不再次 多过多的去啰嗦这个部分 那么最后一个内容呢 就是讲fabric的一个默认执行文件 从第一讲开始 我们不是一直就说 fabric必须要有一个 fab file .py这个文件 只要你存在 当前的运行目录下呢 那个fabric就会找这个文件 作为一个入口 来去调用我们的这个任务 那么 对于某些情况下 除了fab file 你也可以起一个叫fab file的一个 python包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通过python包呢 你作为一个命名空间的方式呢 去引用多个这个python文件 那这样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组织 比较命令比较多 我的这种任务也比较大的一些项目 这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方法 那我们如何来改变它的这些默认 默认指向呢 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叫 docfabricrc的文件 其实我们就加一个rc文件 我们大家经常用linux 知道我们用rc文件的话 一般都是去改一些系统路径啊 这样的这样的作用 那我这里为什么是一个波浪号斜杠呢 实际上就代表说 我fabric安装的当前目录 如果我安装成全局的 就是说我没有用vitch environment 来去做一个虚拟环境 那么你这个文件放的 就应该是用户目录 就是说 我现在我的用户目录就是 就是这里嘛 其实就是ray 然后他如果要 fabric一运行 他会在这个目录下去 先找这个 这个rc文件 如果你存在的话 他会找这个文件 那我现在没有嘛 他就会用默认的 假设我要 我当前目录下 我运行的是 一个叫fabtas 这个文件的话 不用他默认文件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 文件在这里加上 然后他运行的时候 你打fab 他就会把可执行的 这个任务入口文件呢 指向到这里 那实际上这种做法呢 也是一种替代方案 一般上我也不建议 大家就这样去改 因为一种使用习惯 随意去改动这种使用习惯呢 其实会让 如果多人协作的时候呢 会造成一种迷惘 你还要花时间去沟通 告诉他这个东西放在哪里 那还有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用明确的方式来指定 我的这些任务是放在哪里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 我在调用的时候 我加上-f的这一个参数 然后再指定 我这个task文件入口是哪一个 那这一个呢 你也可以去把它指定为一个包 那后面你再加上你 对应的那个任务呢 也可以去改变它的一个 默认执行的一个文件路径 那么好了 我今天也啰一啰嗦的快速把这些内容给大家过了一遍 因为呢 我为什么这样去整理呢 其实如果我们翻它的官方文档呢 那个文档实际上也比较恶心 有些很难找到重点了 那这些内容实际上在我的一个长期的使用过程里面 我感觉并不是重点 那么我们拿一节课时来专门去讲它了 我觉得也足够了 具体我们真的去使用到 我们按照我们 我这个课程的这一个知识术 这个思维导图呢 大家也可以去摘录其中的内容 我觉得那也就够了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将会对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就是在Fablet 单纯用Fablet 你很难做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加了这个工具 就是Fablet 就是Fablet 这个工具以后呢 Fablet 那就会有一个大变身 可以直接去做一些 平常我们老赛 不断在敲明铃行才能做的事 可以大大简化我们的工作 那么好 今天的课程呢 也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